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炉传说创作团队包括蔡清伟和温妮两人 蔡清伟负责文字内容 温妮负责画画 身为香港财经专栏作者的蔡清伟透露 其实维炉传说在2018年就有了 因为香港人都爱炒股票 漫画本身定位是创作办公室与股市相关的故事 但是在2019年6月香港社会出现暴力事件后 社会纷扰不断 他开始将漫画主题改以社会热点政治议题为主 那些网友就是开始就不太文字 他们会喜欢看一些漫画 会喜欢看一些那个叫视频 那就对我们这些小团队来说 我们又想出自己的一分力 就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我们两年份外之外 之内可以做到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漫画 刚开始创作漫画时 蔡清伟和温林两人用头脑风暴的方式 确定漫画展现手段是以几个形态可具的动物 和几句简单的对话 把社会上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展示 体现反暴力爱和平的主题 让民众在很短的时间内直观的看到社会事件的大概脉络 动物包括小虎哥 狐狸老板 鸡鸡 狼博士 朱小妹和贝贝等 创作的主题包括香港动乱器件不思议事件 今时今日猜不到上街都要带架子 黑衣人发动银行提款的残酷真相等一系列内容 漫画推出后 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支持 说围炉传说敢讲真话 说出了香港沉默的大多数市民 希望尽快止暴致乱的心声 漫画有时也揭露社会事件背后的本质 如住房 土地 青年上游等 我们主要看到现在社会动乱 有些不公平 有些不公义的事情 我们觉得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现在的团队主要是我和温宜两个 我们都大概照着社会动乱 这个相关的议题就充足了两个月左右 都充足了一些漫画出来 如今温宜是全职投身到漫画工作中 蔡清伟是兼职 创作这些漫画需要很强的绘画功底 在平板电脑上用手描绘图形 在进行填色 蔡清伟创作文字内容时 更是需要收集大量资料 清晰地了解整件事的梗概 和社会上的全部观点 为创作一个主题 蔡清伟经常要花上一天时间收集观点 如当前备受关注的 关于禁止蒙面的问题 此前就一直在香港社会被热议 蔡清伟将社会不同的观点 浓缩在相关漫画主题里 比如一个卡通人物提出问题 香港需要反蒙面法吗 旁边几个卡通人物回答 答案分别有需要 能帮助警方击凶 能令示威者戏子难以扮演街坊 能让勇武派暴徒不再肆无忌惮 和其他国家已经正式行之有效等 比如说我们在八月底 我们都重造了一幅文画 标题就是香港需要反蒙面法吗 那时候社会上都开始有声音 就是说怎样去直播战略呢 最有效的方式会是怎样呢 社会上都有不同的声音 我们都认同有些声音 尤其是内表明教授提出 就是说香港应该要推出反蒙面法 我们就用文化的形式去表达 里面都有些观点 问你这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女生 非常文静 能画出一首好话 往往几笔勾勒 就能传神地表达出意境来 她称自己之所以愿意站出来 就是不赞同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想为香港做一点事 两名创作人均表示 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已经站出来 以非暴力的手段帮助香港警察 都有些官员都鼓励 就是说香港的闺民要站出来 不要做头料 要对暴力要舍不 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 会站出来的香港闺民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多 香港的闺民如果站出来 它主要是帮助警察 主要是帮助警察 那条线在哪里呢 多数人都会认同就是非暴力 围炉传说创办一年有余 虽然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粉丝 目前还并不是很多 蔡清伟表示 他们会持续做下去 为香港正义的力量发声 为香港尽快恢复安宁和秩序贡献力量